海外王9月29日电去美联系报道,印度尼西亚灾害机构成,印尼地震及海峡,已造成当地48人死亡。 据中国地震台网消息,燕尼苏拉威西省,28日下午,发生7.4级地震,随后引发大规模海峡,美联社员引民国家简在属巴言人表示,地震引发了海峡,袭击了中苏拉威西省首府塔鲁,和另一个城市东加拉,他在当地的电视直播采访中称,海峡人走了一些房屋,又报道称,出现了人员失踪的情况。 他表示,雨中苏拉威西地区的铜血中断,同时由于天色隐二,搜救工作受到阻挠,保新社员引减分数地震和海峡部门负责人退月末的消息称,海峡已抵达帕鲁,帕鲁距离地震震中80公里,人口为35万左右,海外网路疫情。